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 巴西前锋正在带球向前推进 突然中场出闪过一阵耀眼的光芒 爆发的冲击波迅速蔓延全场 这时在光内走出数名武装人员 他们是28年后的人类 那时地球出现神秘怪物 打得人类节节败退 为了人类延续他们来到现在寻求帮助 很快高层做出反应 开始面对全球征兵 通过虫洞分批派兵支援未来 然而由于生物过于强大 每次只有少数的人幸免于难 全球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慢慢地有一些人开始产生了质疑 为了还未发生的战争而牺牲那么多人 感觉毫无意义 然而还是有大部分人为了自己的后代 毕无反顾地参加这场未来战争 他叫弗雷 正在通过严格的身体机能测试 带上了连接脉搏的护腕 通过他可以在虫洞中穿越到未来 同样七天后会自动将他传送回来 回到家中的弗雷紧紧抱住自己可爱的女儿 并与妻子告别 拿起行李与这一批的队伍来到了传送地点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摸过武器 好在弗雷曾经是一名退伍军人 帮助他们很快熟悉了装备 随着虫洞的开启 一批接着一批的被传送了出去 结果这时发现定位出错 这让原本应该传送到海滩的他们 出现在一座城市的上空 众人下饺子搬掉了下去 结果显而易见 没有开始就已经损伤过半 自带光环的弗雷掉进了水中 带到大家爬出水面 看到眼前的城市心里顿时凉了一劫 此时的城市早已残破不堪 这时作为指挥官的苏力找到了他们的坐标 让他们去前方的大楼救援科研人员 接到任务的弗雷很快进入状态 带领大家穿过街道 找到了科研所的大楼 结果这里早已沦陷 只好在废墟中找到研究成果 将他们带回基地 这时大量生物朝这边赶来 弗雷赶紧带领大家通过楼梯撤离 这时头顶一只怪物出现 长长的触角可以射出钉子般的武器 众人赶紧对他疯狂射击 结果子弹在他的身上丝毫不起作用 只好边打边往后退 通道内的弗雷为了掩护大家离开 选择正面与怪物硬钢 结果子弹打光也没伤他分毫 抓起旁边的斧子就冲了上去 这时有作战经验的小黑回头营救 成功地消灭了一只 原来只有颈部与腹部才是他们的弱点 此时越来越多的怪物冲向大楼 苏力决定进行大规模轰炸 支援的战斗机紧急升空 高速地飞向战斗地点 结果众人刚刚冲出标记区域 眼前的装甲车就被瞬间掀翻 大量的怪物又出现在眼前 双方随即又展开激烈的交战 面对被怪物前后夹击 众人选择跳进桥下 然而怪物随之也冲了过来 危急时刻两名队员选择留下阻挡 为了胜利疯狂地向怪物射击 这时轰炸的任务已经开始 2050年神秘生物入侵地球 他们动作迅速以人类为实 导致城市的人口急速下降 人们对他却毫无办法 只好筑起高墙抵御攻击 在墙内制造出可以跳跃时间的机器 通过虫洞回到30年前寻求帮助 作为主角的弗雷自然来到未来支援 在基地内遇到了30年后的指挥官 通过了解都是来自同一个城市 而且大家都是同一个姓 弗雷瞬间愣住了 原来他真的是自己30年后的女儿 无法想象40岁的自己 可以遇到相同年龄的女儿 激动过后弗雷打算问起将来的事情 结果女儿似乎有意避开这个话题 接着带着弗雷走进帐篷 告诉他如今已找到 可以一举消灭怪物的办法 只需要活捉一只雌性怪物进行论证 二人很快乘坐直升机来到巢穴的上方 苏黎顺着绳索滑向了一号洞口 此时的先遣部队已经与怪物缠斗在一起 这时直升机上的弗雷看到 周边开始出现大量的怪物 想到女儿还在洞中 果断跳下 而此时的苏黎已经深陷险境 弗雷赶紧抓住绳索帮忙 拉扯过后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 成功地将怪物抓进了牢笼 紧接着直升机起飞准备将它带回基地 然而四周前来支援的怪物越来越多 二人赶紧找到一辆装甲车 一边疯狂射击一边火速逃离 成功地将车开到了海滩 作为指挥官的苏黎非常生气 责怪弗雷不听指挥 然而作为父亲的他只想救自己的女儿 苏黎心中一阵感动 十六岁时弗雷因为工作种种不顺心 抛弃了家庭离开了他们 然而再次见面时弗雷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只有十六岁的他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去世 家庭的破碎 父亲的离开 让他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痛苦 过后二人乘坐直升机 彼此沉默地看着窗外 回到了筑起高墙的基地 时间紧迫苏黎赶紧进行实验 心中愧疚的弗雷过来帮忙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 终于研制出可以消灭怪物的毒素 并发出刺耳的叫声 未来世界怪物入侵地球 人们建造围墙防御 为了制造可以消灭怪物的方法 抓到一只雌性怪物 然而当人们研制出可以消灭它的毒素时 怪物看着试管开始狂暴起来 接着发出尖锐的声音 此时的城墙外 无数只怪物犹如潮涌般冲了过来 将城墙围得水泄不通 人类爬上城墙做出反击 可是由于怪物数量过多 很多怪物直接冲进基地内部 这时指挥官不慎被怪物射出的钉子击中 作为他的父亲赶紧将他拉起 来到高塔躲避 此时整个基地一片火海 人类即将失败 这时苏力掏出研制成功的药物交给了父亲 让他回到过去将他大量生产 来面对三十年后的灾难 此时的弗雷对女儿百般不舍 然而却没有更好的办法 突然一只怪物出现 迅速地将苏力拖下平台 弗雷紧跟着想抓住女儿 这时手腕的时间跳跃仪器启动 一阵闪光过后回到了三十年前 清醒过后的他本打算再穿越回去 结果告知虫洞已经损坏 虽然成功地活着回来 而此刻的他却高兴不起来 回到家中看到九岁的女儿 心中更加的悲痛 晚上将一切经历说给了妻子听 心痛至于二人决定要为女儿做些什么 弗雷找到之前穿越过去的队友 拿到他作为纪念的怪物爪子 经过检测发现其内部含有火山灰 而那些物质来自俄罗斯北部冰川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导致这些埋藏地下千米的怪物苏醒 如今能够阻止未来的灾难发生 需要在他们苏醒之前将他们消灭 时间刻不容缓 弗雷找到穿越过来的战士帮助 众人驾驶飞机来到了俄罗斯北部地区 经过探查发现一处山洞 成功发现了一艘外星飞船 紧接着破门而入 一路前行 在镜头看到了还未孵化的外星生物 掏出携带毒素的设备给这些生物注射 一阵惨叫过后真的成功了 然而动静太大导致其他的生物提前苏醒 顺着管道就跑向了外面 好在弗雷的父亲在洞口守护 成功地阻止了外逃的怪物 这时发现越来越多的生物苏醒 小黑果断让弗雷出去支援 留下自己选择在洞中引爆了飞船 成功地阻止了未来的灾难 如今只剩下他们三个活了下来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 这场战斗也让父子二人放下心中的芥笛 想起三十年后的女儿 让此时的弗雷更加明白 原来自己一直追求的未来 一直就在自己的身边 在自己的眼前 感谢观看